林建月和谢玲玲的婚姻一直备受关注 两人在结婚之后生下一对龙凤胎 本以为有了孩子的存在 两人之间的感情能够更加紧密 可是没想到最后俩人仍然选择离婚 在离婚之后 谢玲玲的状态一直不太好 相对于前夫来说 他个人的生活在离婚后可不那么潇洒 甚至在前段时间还传出病危的消息 不过好在他又挺了过来 近日林建月和谢玲玲分别为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庆祝生日 各自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庆祝生日的照片 不过双方之间似乎并未摒弃前嫌 在为龙凤胎庆祝生日的时候 两人还特地岔开时间 林建月前一天为龙凤胎庆祝生日 而谢玲玲则选择后一天 看到俩人现在的这种状况 真是不由地为此唏嘘 昔日恩爱的夫妻到现在完全形同陌路 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谢玲玲为龙凤胎庆祝生日的场面 可谓十分豪华 虽说参加生日聚会的人数不多 但是阵仗确实很大 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龙凤胎庆祝生日 谢玲玲特意邀请了专业的厨师到家中烹饪 从当天晒出的菜饼中 我们可以看到 所选择的食材都是优质上乘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一些珍稀的海鲜类 像鲍鱼 赤肚 鱼子酱这样贵价的食材 在图片之中都可以发现 更让人不得不感叹一句太土豪 非常昂贵的鱼子酱 到了谢玲玲家中 居然被他们当成米饭一样随便吃 由此也可以看见 他们家也实在是太过阔气 当天的谢玲玲打扮得十分优雅 身穿一件白色西装 在里面则搭配了白色的吊带 虽说服装的款式和颜色都比较简单 但是却衬托得她的个人气质十分优雅 为了彰显雍容气质 谢玲玲还特地戴上了一对珍珠耳环 留着短发的谢玲玲 整个人阔太太的韵味实在是太俗了 看到图片中的谢玲玲 真是不由的感慨 保养真的是太重要了 如今已经64岁的谢玲玲在合照时 站在女儿面前看起来倒像是女儿的姐妹 完全不像是她的妈妈 个人的年龄感可以说是毫不突出 而当天的宴会主角则比较低调 谢玲玲的儿子身穿一件黑色的T恤 低调地坐在妈妈的旁边 整个人看起来很是憨厚 这和她哥哥给人的感觉可以说是相差很大 她哥哥比较热衷于活跃在娱乐圈中 经常会被爆出和一些女星的绯闻 相对来说弟弟就要低调很多 而站在谢玲玲旁边被她搂着的女子就是她的女儿 身穿碎花裙子的她整个人和妈妈的神韵十分的相似 可以说是完美地继承了妈妈的好基因 而林建月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为孩子们庆祝生日的照片 不过当天她的排场则是简单很多 只是她和两个孩子的合影 被孩子围绕在中间的林建月 整个人看起来很是慈爱 若是林建月和谢玲玲能够摒弃前嫌 凑到一起为两个孩子庆祝生日的话 想必他们会更加开心吧 近日深夜 64岁的谢玲玲在社交平台罕见晒出与五个子女的同框照 为第二个孩子大女儿林田儿庆祝36岁生日 并配文称 我的老二大女儿田儿的正日生日 最开心有我的两个小宝贝一起 照片中64岁的谢玲玲保养得宜 看起来满脸胶原蛋白 大儿子林孝贤 大女儿林田儿 二女儿林心儿 二儿子林孝能 三儿子林爱儿 林田儿老公何正德 以及一双儿女同框 温馨满满 64岁的谢玲玲 看起来比女儿们都要年轻 真的是青春不败美人 气质也是完胜女儿们 连最出色的大女儿林田儿都黯然失色 不愧是林青霞当年的偶像 谢玲玲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深刻 曾被称为是琼瑶女郎鼻祖 童星出道的她 曾是观众眼中的天才童星 主演了琼瑶的第一部作品 《婉君表妹》 并拿下了金马最佳童星奖 后来凭琼瑶剧 我女若兰再次拿下金马最佳童星奖 谢玲玲的少女时代 曾赢得了童瑶的所有赞美 星途也是一片光明 凭借《亲情》 《一缕双思情》 《鱼叶花》等影视剧 《红透东南亚》 林青霞也曾毫不吝啬地 在自传书中表达对谢玲玲的崇拜 称赞她非常漂亮 令自己羡慕 正当谢玲玲演艺事业接近巅峰时 她遇见了富家公子林建月 谢玲玲在23岁时 遇上了她一生的初恋 坠入情网 与林建月在一起后 果断退出了演艺圈 两人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谢玲玲婚后 在家相夫教子 谢玲玲婚后 先后生下了五个子女 就是林孝贤 林田儿 林心儿 林孝能 林爱儿 林孝能和林爱儿 还是龙凤胎 谢玲玲婚后 与婆婆关系十分融洽 还为林家不断生育子女 让林家很是满意 婆婆还教谢玲玲 打理家族生意 婉然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然而上天总爱开白笑 谢玲玲要面对一个劲敌 王祖贤 王祖贤与齐勤分手后 林建月对王祖贤 发动了温柔债术 林建月为了讨王祖贤欢心 与谢玲玲协议分居 谢玲玲的婆婆知道后 愤怒表示 宁可不要儿子 也要谢玲玲这个儿媳妇 虽然婆婆的制止 让林建月没有如愿离婚 但伤透了心的谢玲玲 却看透丈夫 果断选择离婚 并获得了4亿的离婚抚养费 离婚后 婆婆决定让谢玲玲 抚养5个孩子 并把最好的都给谢玲玲 这婆媳关系 比亲生子女都要好 让很多豪门媳妇都羡慕不来 离婚后的谢玲玲 得益于婚前婆婆 交给她打理生意的经验 把4亿抚养费拿来经商 并成为商界女强人 妥妥地把自己变成了富豪 谢玲玲还积极从事慈善事业 筹建了数百所希望小学 即使与林建月离婚了 谢玲玲与婆婆的关系从未改变 逢年过节 婆婆过寿都会亲自带着孩子跪地给婆婆侦查 礼节情意都做到最好 谢玲玲也与林建月关系缓和 并不像许多离婚夫妻一样 水火不容 谢玲玲活成了很多女子羡慕的样子 面对失去的爱情果断割舍 对待长辈尽心尽孝 教育子女尽职尽责 没有绯闻积极奋进 真的是一位传奇女性 也是很多人学习的榜样 近日 林建月女儿林心儿更新了个人社交账号的动态 曝光了一家人的近况 原来林心儿和龙凤胎哥哥林孝能迎来31岁生日 老爸林建月在百忙中抽出了一点时间 与两个孩子吃饭庆祝 众人坐在豪华游艇出海 林心儿还晒出了搂着爱犬吹海风的照片 作为家族中作风最高调的她 即便与家人吃饭 打扮也很讲究 不管是看似普通的白色T恤 牛仔短裙 还是脚上穿着的粉色布鞋 甚至一旁的帆布袋 全部都是高档货 价值不菲 林心儿的身材明显遗传了妈妈谢玲玲 很是凹凸有致 长相明艳动人 比较像老爸林建月 有钱又有貌 想必林心儿一定追求者无数 但她暂时没有公开的另一半 林孝能跟妹妹一样 长得也很像老爸林建月 三人同框长相如复制粘贴一般 虽然外貌相似 但林孝能跟林心儿性格大不同 她作风极为低调 很少参加派对 社交账号也设置成不对外开放的状态 罕见露面的林建月 穿着富豪标配Polo衫 脸上戴着眼镜 造型简单但难掩霸气 已经63岁的她 脸色红润 精神十足 十分老当义壮 身为影视公司的老板 林建月交往过不少娱乐圈中的女明星 她的前妻谢玲玲 曾是穷妖剧女星 早年拍摄过非常多经典影视剧 谢玲玲一共为林建月生了五个孩子 且深受林老太余宝珠的宠爱 谢玲玲与林建月离婚这么多年 余宝珠仍视为她唯一的儿媳妇 不允许儿子娶其他人进门 林建月与女神王祖贤最后没能修成正果 便是余宝珠从中阻挠 据说她还当众大骂王祖贤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